高雄的政局在罷免過後 現在有了一些變動 趕快把時間交給影秀 好的 燕營還有觀眾朋友 馬上來聚焦了高雄市長韓國瑜 明天11號就要卸任 他在跟局處首長 吃完畢業完任之後 在臉書上脫文了 他邀請市民朋友 一起到鳳山行政中心的草地廣場 希望大家穿上白色的衣服 戴上口罩 讓韓國瑜能夠好好道別 好 現在有市議員解讀了 白色上衣是希望 市府團隊的努力不被抹滅 要還他一個清白 而韓國瑜這回 今天是沒有公開行程 不過一大早8點多就出了門 來到了許坤元靈堂來祭拜 離開的時候眼眶泛紅 日立卸任時間倒數 韓國瑜沒有公開行程 幕僚說要抓緊時間打包行李 不過韓國瑜一早8點10分就出門 遞達殯儀館 走出臨堂的韓國瑜放慢腳步 雖然戴著口罩 卻看得出來眼睛泛紅 面對媒體的提問完全不回應 前一天晚上 韓國瑜跟局處首長一起吃畢業晚宴 暫時放下政治紛擾 韓國瑜拿著麥克風 全場還一起唱 你是我的兄弟 結束聚餐 韓國瑜也在臉書上PO文 說11號最後一天上班 下午3點半邀請市民朋友 一起到鳳山行政中心 6月11號是市府團隊在高雄市府上班的最後一天 韓國瑜PO文希望市民朋友來到這邊草地集合 因為韓國瑜想跟市民朋友好好道別 PO文下方第一個留言 韓國瑜還自己問 大家有空來參加嗎 引起韓粉熱烈回應 韓國瑜還說 希望大家穿白色上衣 戴口罩來 市長目前會希望說我們以白色 然後讓這個城市可以和平理性 那另外一個更深的誠意 其實是希望還他一個清白 市議員解讀白色上衣 市長不想讓高雄市府團隊 在共同打拚了一年五個月的認真被抹滅 韓國瑜也能向高雄市民做最後道別 畫下句點 記者林正彥 蔡霜姐 林智慧 NG小組 高雄報導 好 要跟市民道別 韓國瑜的白色轉身藏有玄機 先來看看這回他在臉書是PO文 是讓大家在鳳山行眾中心的草地 讓他跟大家來好好道別 致上最深切的謝意 好 不過因為要希望大家一起穿白色上衣 很多人認為說 是不是要覺得是要還一個清白的訴求呢 另外他們也希望是全程戴口罩 盡量能夠靜默 用感謝來取代仇恨 來團結守望高雄等這樣狀況 不過很多人也都相當關心韓國瑜的下一步動向到底會如何 我們當副秘書長柯子恩在跟韓國瑜談話的時候 韓國瑜說他接下來會到廟裡頭 不過當然他也說他是個很坦蕩的人啦 有任何動向一定會親自跟大家來報告 不過更多人關心的是接下來這個週末 613凱道極會替天行道 很多人是想說要一起穿著白色襯衫來上街 也代表是說沒有任何的色彩 穿國旗裝拿國旗也歡迎的 不過來關心的是信仁哥這回 對臉書就有PO文了 他PO出了這個圖喔 上頭有特別的強調說 他這一回的週末凱道 他說不去了 到底是為什麼呢 接下來我們視訊連線 來問一下信仁哥 好 這一回明天的韓國瑜的 鳳山與民有約 明天您會去嗎 當然會去 是的 明天我也會戴著口罩 然後穿著韓上衣 然後前去參加 也希望可以好好的人送一下我們的韓市長 那這兩年他辛苦了 對 是 那可是明天參加完之後 週末的凱道活動 您會去嗎 在這邊要跟錯過 要錯過曾經 這個提問是我們的 提問出去的沒有錯 那我們也不要分就於小編的責任 當我們有看到在曾經的時候 看到我們的貼文好像有不差 跟我們小編所貼出去的 這個由我來曾經我來發表 那個凱道不是韓粉所舉辦的 那他利用韓粉跟徐議長 我們認為會活 那在智商跟調議的期間 我們還是希望 然後高雄把我們高雄 我們的議長 這個生物事辦公 那也來好好的送我們的韓市長 那改道我們不去是因為 今天有什麼訴求都要有正當性 那如果被遷上韓文的標籤 被遷上韓國瑜的標籤 我真會相當不同 因為我們韓市長有說過 希望可以休息一段時間讓他沉澱一下 那其他的都不是他所發表的嘛 那在這邊也要跟Triple的好朋友說 那6月13號當天我們還不會去參加 因為要參加什麼有什麼動物 什麼活動都需要有正當性 那市長也希望我們這些可以放下仇恨 然後回歸底性 那我們也尊重我們韓市長的決定 那關於昨天的博文 我也遭受到王軍 以及各大媒體的霸凌 以及誤會 那在這邊呢 我都可以承受得住 那也願意接受我們的錯誤 但是要承受的是 這個台北所發起的摩托跟韓粉不關 那其他的社群團體 他們有話要講 我們當然有欲遇尊重 所以我團隊在晚上的時候 又發起了一個錯誤的訊息 就是說613這都是我們的意思 那小編我也 我們團隊小編我也不知道 給了指導的區域這樣 那謝仁哥還要跟您請教一下 在臉書有PO了一個文章 也引發外界的討論 您提到說 這一次您要支持蔡總統來登釣魚台 關於這個部分您的想法是 其實我在年輕的時候 我也是支持台灣的獨立 那我也是很愛台灣這塊體力 很熱愛中華民國 我也支持我們台灣應該要守護主權 雖然我這一次支持 我沒有政黨的包袱 那我這一次會支持蔡市長 是因為他讓我們看到希望 可是我的心意還是說 我們台灣本島還是希望可以守護 僅有的一塊小島主權 就是釣魚台 那因為我們宜蘭市長 李支票他也希望可以邀請我們的總總 一同到釣魚台來掛起這個門牌 那一同來宣誓主權 那就不是口號了 如果我們蔡總總可以跟我們宜蘭縣長 一同到釣魚台 我相信這個宣誓主權絕對不是口號 那我可以支持我們的蔡總總 希望我們這個主權不是口號而已 不是拿來做選舉的操縱工具 是可以適時的來探揮我們台灣的本土 我們的領土 我們僅有的這個釣魚台 這個都是我們的權利 那在這邊我也希望 我們的蔡總總 釣魚台是我們的 我們能夠爭取回來 我們大家都支持你 好的 我們謝謝信仁哥 我們持續繼續來關心了罷函案通過之後 高雄市長從代理到補選的名單 通通都是話題 來看的是陳其邁呼聲高 局勢卻開了第一槍 認為落選市長投入不選 卻還代理實在沒有正當性 就連自家的綠委也有聲音 最新代理人選傳出是交通部 政賜王國財 過去曾經待過高雄市府熟悉市政 總統蔡英文跟行政院長蘇貞昌 10號中午將見面來共商 預計12號就會公佈人選 總統蔡英文和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中午 將會進行每週的例行見面 而兩人將會討論高雄市長的代理人選 預計禮拜五中選會公告罷函通過之後 就會對外宣布 好不容易藍天翻綠地罷函通過 形同民進黨在收復高雄 不只推人補選 代理市長也得加快指派 被視為小英男孩的內政部次長花敬群 傳出也在名單 不會是我 別放心 簡單一句話說明南下沒可能 代理人選最大黑馬 傳出是交通部政賜王國財 2016年就職曾任高雄市府交通局長 促進高雄成為國際低碳觀光城市 也擔任過一卡通票證公司董作 整合全台公共運輸超商電子票證系統應用 熟悉高雄能力評價高 從政的經歷 或者是我們在中央地方的經歷 非常有這個功夫 所以它當然是一個很實際的運輸 港度由誰帶領 可能名單逐漸浮上檯面 這是局系高米林掀開第一槍 既然要參與補選 那也不宜這個球員兼裁判 起麥過去曾經敗選 那如果直接來代理市長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不好的批評 府院貢商還沒拍板 現在連體壇網球一解 謝淑薇也參與咖 臉書發文 如果高雄代理市長是吳英農 那我可以認真考慮搬回去 還不忘加上愛心符號 少女心大噴發 更調出吳英農本人親自回應 可以一起打網球嗎 謝淑薇在驚訝回覆 竟然會打網球還喊話趕快來 女網友Y樓阻止說自己 可是要為了她簽戶籍到中山區 農夫隔空盛演搶人大戰 我覺得陳其邁應該直接宣布參選 而不是代理市長 高雄首長從代理到補選會是誰出馬 全台關注 而這更牽動綠營派系平衡 記者黃明珠 魏文軒 台北報導